由李以文、盧仲恩和黎幾君主持的香港開電視節目 開間咖啡店2已經來到第七集 這日一開店 來到的客人已經對三位主持讚不絕口 咖啡店似乎經營得有聲有色 Hello,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OK的,你進去 嘩,好美,小姐好美,小姐好美 嘩,嘩,嘩,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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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謝謝 他們進來後已經說,嘩,你們的生活好美 你們的生活好美 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感覺很有親切感 嘩,難用 我拿了一個牌子 當每次我們做得這麼辛苦 聽到一句這麼簡單的讚賞 已經很開心 即是已經足夠 motivation 去繼續做下去 應該這樣說 當大家都忙到踢了腳 有個人似乎已經不太好 其實我這個狀態是維持一陣 即是我現在是充電狀態 我一上身,我又回來了 放心吧 即是我不是放負 我是充電 現在是 是,hello 要一袋 是 是 是 整袋兵都不夠用 今天生意很高 這樣就由這一刻開始了 看來三個臭皮醬 未必可以勝過一個豬角量 佳欣來幾軍 這天就差點搞到店頭火燭 肉桂卷的事件 真的很幸運大家沒有火燭 因為我們準備了一個很漂亮的牌子 就是Muise Cafe 一開始我就貪方便 我覺得插在玉桂卷的表現出來很漂亮 我就直接把有紙 沒有理會了,就放在西焗爐裡 後來有一個焗爐 我就開來看,我看到紙有點焦 有點焦 你沒有計算嗎? 我忘了拆這個 不能放這個 小心 我已經心急了 我心想死了 是不是已經快焦了 肉桂卷 Anyway 我發現了一個紙 不能放進焗爐 幸好我沒事